大家好我在这儿 今天要推更一部新作品 《魔女大战》于去年年底年载 是部幻讲上都类集的漫画 距离讲述跨越时空的32位历史女性 为实现自身的玉而彼此对决 她们因为自身拥有的玉 让她们被恶魔阿古多拉选中 这恶魔我可以 在阿古多拉的魔力下 她们自身的玉使她们成为魔女 魔女即为欲望无穷之女 玉不但是力量的泉源 更与魔女的人力息息相关 并且同时也是内心的写照 阿古多拉集了她们过来 却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玉 她让这些魔女彼此施杀 来欣赏她们丑陋的斗争 并因此决出唯一的胜利者 这场美丽神圣的仪式 其名为《魔女千叶雪战》 胜利者将得到阿古多拉的赐福 实现自身那唯一的玉 而败北者将完全消失 简单来说就是圣辈战争 阿古多拉的目的肯定不是只有这样 就等后续的解释了 这种集结的历史人物 来场大亂都有类型 同家杂志的《女武神》也走这个路线 这样做的好处是有欣喜感 对已知的历史人物 这部作品到底会用怎样的面貌 来重购历史人物的新传奇 另外《女武神》和本家的作品 《新撰组镇魂歌》有联动的剧情 所以很有可能哪一天 这部也会和《女武神》联动 在两部作品看到相同的角色 这是真的有惊奇的感觉 至于本家的漫画也不止这些 关于《历史人物》的漫画还有两部 但要联动的可能性较小 除了画风时差差异过大以外 还是因为那是老板的作品 我大原则夫的庆次和信长 怎么可能会输给其他人 话题回到《魔女大战》 被宁选的32位魔女 都是耳熟人响的人物 很多作品都有其代表性的人物 所以这就非常考验人设了 要如何摆脱既有的印象 在这部《新天仔》作品里 走出自己的定位与风格 将会是重要的课题 但至少在目前为止 我很满意这些魔女 因为真的画得太香了 就像这位玛丽皇后 看起来一副乐乐样 但她嘴意的话很恐怖呢 并且那变化制度的邪恶表情 正让人感觉太棒了 但在这么多香香里面 有那么一位让我有点不满意 那便是本作的女主真的 作为地上最头蝶的少女 她标志的金法成了黑法 那就算了 但那充满自信的大胸襟 也给她缩垂了不少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作者这样的人设 是想让真的有少年主角的特性 但同时也具有女性英勇的特质 这样挖掘的潜力就会大大增加 各大片来说啦 曾德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唯一不同的是即将变烧死的曾德 由恶魔千金的契约成为了魔女 不过最初的曾德认为自己是无欲之人 他无法认知到欲 所以不能用魔女的能力 剧情里把魔女的欲 用SABC的等级来表现欲的强弱 还没找到欲的曾德 剧情里没有敢压制上架 让曾德与地狱为而出塞 而是让曾德观摩对战以后 借此激发出自身的欲 曾德的欲就是追求欲 在魔女们各自追求欲的时候 头铁少女却追求关界的本质 果然圣女就得与众不同 只要成为一位魔女 特别的名号那就必须的 就像依捏娜就是血魔女 所以你会看见本作的魔女们 她们各自都有一对超棒的称号 什么爱之魔女 纯之魔女 但这和我们的贞德无关 因为她目前没有名号 我想要等到她上场以后吧 但应该不会是什么欲之魔女之类的吧 这样的话也太好猜了吧 本作目前连早到第六话 第一话剧情为概述铺成 魔女的起源与魔女的血战 第二话到第五话 是第一回合战斗的剧情 这与新的第六话则是 未即将上场的侦德手作的铺垫 第一回合战斗 由血之魔女伊丽莎白巴破莉 对决豪之魔女巴玉钱 不得不说巴玉钱她有大姐的风范 战斗得她英姿幻发 关她的武器是把大刀 就已经帅到不行 并且还能变形成大功 这样的巴玉钱 简直是女豪姐这种战斗机啊 至于另一位参赛者 伊丽莎白的龙娘 我只能说算的吧 龙娘在哪个世界都是被破坏的对象 所以战斗的结果没有任何的悬念 就算这世界的龙娘 再漂亮再性感 交战的智商也在一切 但下去的时候还是得下去啊 第一回战的胜利者 就决定是巴大姐了 目前战斗的表现套路 对于自身的能力的运用 以及看清对手的能力 都占了非常重要的因素 和女武神的对战不同 魔女的对战必不卡回忆 只着重于战斗的描写 这点我觉得有好有坏 好处是情绪不会中断 坏处是角色的认同不够 这点后续要怎么调配 就看作者对剧情的规划了 至少依我目前来看 第五回战的表现可圈可点 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只要后面的剧情有爆点 那么整部作品的表现力 甚至敢操前辈的女武神也不一定 最新的第六话迈入第二回战 曾德也极加擅长 她的对手是霸之魔女武则天 虽然女帝是我喜欢的 强气欲解的类型 但为了唤起曾德最强之血 这人痛情女帝牺牲了 然后第七话就给我叠破眼镜 曾德输了 如果是这样演的话 那我愿意称这部是超神作 我是翟哲 我们下见